悲痛新竹工业区升阳光电工厂 今天中午发生火警 新竹县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队新工分队 21岁队员林永轩不水现失倒地 同仁健壮赶紧将人拉出现场 下午2点半送到慈人医院急救 然而急救后人回天乏术 各地消防员都感到震惊与难过 这样真的很生士气 林楠的景专同学则表示 他一直都是很乐观 是带给大家欢乐的人 基层消防员解释 一般来说体能好的队员 可吸40分钟左右的气瓶 但负重会影响到呼吸效益 减少可吸气的时间 应该调查林载导的钱在做什么 灵性消防员表示 进入火场前会检查气瓶量 大约在280瓦左右 若空气量低于50瓦时 气瓶的残压警报会大响 提醒进入火场的队员需赶紧撤出火场 汪信消防员说 看到年纪轻轻的学弟就这样失去生命好难过 林永轩就读锦砖时加入柔道校队 与他一起练习的同学 惊讶说真的是他嘛 他是个很活泼 阳光的人总能让大家感受到他的乐观 与正能量 很受大家的欢迎对林的趣事 感到难以置信 新竹工业区升阳光电工厂之起火点 记者陈彪文翻设分享 林楠的锦砖同学表示 他一直都是很乐观 是带给大家欢乐的人 图翻设自林永轩脸书分享 林就读锦砖时的同学表示 林总能让大家感受到他的乐观与正能量 很受大家的欢迎 图翻设自林永轩脸书分享